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泰州新上任的浮影是个软硬不吃的拙 不奈之下 曹永昌就此辞别家老 流亡天涯 这小子在苏北待鬼阵 眼看风声渐紧 一咬牙干脆北上 想去京城搏个富贵 没想到刚到直立就碰上了马贼 然后便是和李延的遭遇 他是有个叔叔 也的确是叫曹正生 可是却远在泰州 扎小刀冒充那死鬼 就是一个和他一起挤马车的 还好吹牛 马车没走几里地 就把自己的行当泄露给了曹永昌 让他得以冒充 曹永昌本来想着 是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自己背井离乡 就算碰上冰丁检查 也认不出来 可没想到 辽东的兵要变息南来北往的探子和赤后 眼光最是毒辣 看他男人相貌 那守城关心里本来只有三分怀疑 再看他一逃跑 自然笃定了十分 立马吼了起来 也是这小子运气 街上人马穿流 兵兵捉拿不及 李延本来是有能力拿住曹永昌的 但是 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居然真的让这个小子钻进了街巷里 消失不见 立马有兵丁把扎小刀也围了起来 谁叫他说 那熊孩子是自己侄子呢 至于李延 守城关却没有问责的胆子 就算三人结伴同行 李政府也定然是受了这二人的蒙蔽 扎小刀瞪了李延一眼 我说什么来着 李延抱一个歉意的微笑 这回的确是自己多事 他指向扎小刀 走上前 问这个守城关 怎么 这人也是逃犯吗 那倒不是 守城关也是人惊 李延只说了一句 他便听出几分回忽之意 硬是把他与杀人逃犯串通这句话 眼睛了肚子 李延是个从武品的镇府 又兼着飞骑位的武巡 在东北三镇也赫赫有名 可况李延的官是拳脚刀枪拼杀来的 不仅得辽东李氏清厚 更有不少身居要职的旧友 他是惹不起的 李延看向扎小刀 扎小刀会议 立刻装作一副慌张的样子 是那小孩给了我五两银 叫我假扮他叔叔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守城关低头不语 李延靠过去 塞了几钉碎银 低声道 有了有了 守城关咳嗽了一声 政府太客气了 他却真的把李延的银子 推了回来没要 然后高声说 放他走 李延拱了拱手 政府 要领着李延去总兵府上的兵丁 欲言又止 李总兵等你等得有些急了 他到昨个上午就催呢 我这就来 李延回头对扎小刀说道 你找见客房等我 那小孩呢 这人可能是个流民青史的人物 不过现在别管他了 李延心里暗自念了几次 夜灯书箭松鬼狐 也就不再拖延 和兵丁一同赶到了总兵府上 广宁卫总兵府的轿场上 硬木圆把鱼子排开 屋馆最初立着黑色长帆 深沉肃木 李如梅穿一身黑色舞服 骑坐在地板上 手边青色皮囊里 兜着六支钢剑 白色维宇中 透出一点烟红 正矫正弓弦 他身后站着一列人 各个穿窥冠甲 虎背疯腰 鹰眼里锋芒毕露 单是站着便是一团的卫风 大人 日正三竿 李延一步一步越过这些兵将 并不算和善的眼光 只身来到李如梅近前 抱拳攻身 李延的马被人牵去后院 也没有换身衣服 只一身树甲 腰里还跨个酒葫芦 显得有些悖懒 李如梅贴了他一眼 哼 样子倒是风尘仆仆 来得去最晚 莫不是故意传的破烂 让我心软 李如梅的语气不算好 这是他面对更信任的下属 才显露的态度 在外人看来 李延是个不折不扣的李氏嫡系 七年前 自辽东抽调参与人臣之战 展露头角 都是在李姓麾下作战 他那非其位的武勋 还是当时还活着的李如松 写奏折讨下来的 为之不敢 只是这些年没赶过远路 这关路常年不走 实在是迷糊 李如梅听后 更是不愿 怎么 我几年没见你 连路都不会走了 要是不中用 就回直立去 别耽误了差事 又送了性命 李延并不在意 只是乐乐的发笑 人靠衣装 李延这些天风餐露宿的赶来 衣服上多少带些泥土血印 加上 他现在不自已开始降临时 那样的心情激荡 意气也趋于内敛 在这叫场上 的确是最不起眼的那个 而在场的兵将 见李延这副样子 嘴上不说 心里却又对他看低了几分 李如梅 见李延只是发笑 美好气的 白了他一眼 伸手去指自己旁边 这些如狼似虎的兵将 哼 你来看 这是我从辽东 二十五位当中 提拔出来的兵将 这些年 束手边疆 都有一笛百之勇 李延一眼抬头 一个个的看了过去 除了或暗淡 或明亮的白光 只看到一双双 桀骜不驯的面孔 李如梅 叫李延沈月 分明是高看他一眼 可眼前这个挂葫萝的将官 来得最晚 官职也不算高 姿态更不必说 实在难以让这些人服气 李延把队尾从头扫到尾 用从尾扫到头 收回目光 再次抱拳低头 他人莫不是开卑职的玩笑 这里哪有什么 以一敌百的边将 不过是几个 扛弓递间的嘉宾罢了 一名中年将官 浓眉倒数 也不顾李如梅在场 抬腿去撞李延的膝盖 嘴里骂道 好张狂的毛头小子 他话先道 膝盖后道 也不算偷袭 李延硬吃他一膝盖 纹丝不动 只是平淡的 斜了他一眼 没事人似的 那中年人见李延纹丝不动 不由的瞳孔收缩 他并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格 低头往后退了两步 再不说话 李如梅摇头 你这话说得大了 李延站直了身子 敢问大人 死刑是否凶险无比 李如梅正色道 光怪陆离 若没有颇天雄威的猛将护送 便是有几千人的队伍 也会分崩离析 人多了 反而更凶险 李延点点头 一脸的沉吟之色 既然如此 还伤势减散了吧 位置不用分心 或许赶路还能快些 几名兵将听了 怒火攻心 一人忍不住出言 总兵大人 看得出来 这位李政府本领抄群 不过口说无凭 不如和我等比试一番 再来商讨护送事宜 李延也没有说话 让他带着这些人去龙虎山 无疑是给自己的行动找麻烦 在李延看来 让他一人护送是最好不过 既然不能带去 干脆就把话说死 他现在不是当初那个 在仁臣战场没有根基的 总旗小兵 没有必要跟谁说话 都斟酌人情往来 李延没心思和这些人比斗 他左右看看 向李如梅请示道 为之斗胆 且大人攻陷一用 李如梅自然无不允之礼 有伴当给李延递过了 牛角大功和一支红尾羽剑 李延抓在手里 提弓便顺 弓弦拉如满月 飞剑离弦 破入靶心 直穿而过 在剑靶上留下一个黑色窟窿 李延的设意向来一般 但自从天命雅克的强化之后 这些记忆对他来说 就显得极为简单了 好 李如梅是公道高手 自然见烈欣喜 只是 刚才出生那一将官 却并不满意 李政府这是要与我等比较攻畜 政府能开武弹弓 力破剑拔 的确了不起 只是 开武弹弓 我平日也吸送平常 力破剑拔 金州卫的盖通山将军 在军中也有传闻 这些本事 只怕不能服众 李延一眼关口 也不理他 旁边被点名的盖通山 却扫得不行 他暗自踢了说话那人一脚 沉着脸摇摇头 低声说 人家没带班纸 那将官一愣 再看李延的手 果然空空如也 徒手 才武弹弓 这人的手指头 是金铁打的吗 总兵大人 有办当跑了回来 李政府的剑 射进后院的制食当中 没入两尺 卑之无能 扒不出来 李若梅文言站了起来 他没穿靴子 两只白色的袜子 踩在地上 立马就沾了灰土 嗯 带我去看看 他走得急 这些将官 也扫眉搭眼的跟着 大概走了七百多步 李如梅一行人 看见没入山石中的近视 不由的拍掌大叫 好 啊 李广社虎不顾固执一堆 你却让我开了眼界 不送龙虎七排一事 除你之外 不做第二人乡 卑之 顶不如使命 李延 恭神应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甘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